哈囉 大家好 我是KK 那今天要分享給你們的幾種 我個人很容易就可以打理好的運動鞭髮 有三個重點 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靠自己處理好這幾個髮型 二 它很不容易軟 它可以適用於躺著的站著的 劇烈的你知道熱舞 最後一點就是呢 它可以搭配各種的穿搭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我一起來嘗試這幾種鞭髮的話呢 就可以繼續看下去 那當然在繼續看下去之前呢 請記得幫我按讚 留言跟我分享 就是你看完這個影片的感覺 最重要的是呢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同時要開啟小鈴鐺好不好 喔不就說我們就開始跟我一起編拔吧 第一個是常常看到我跟大家分享的綿羊頭 但是我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綿羊頭呢 是屬於過35歲榜 你也不會覺得尷尬 那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呢 你把你頭髮分成兩區塊 然後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發現的一個很好用的小物 這是一個英國的牌子 彈力髮圈 像電話線的這種 因為我覺得這比較不容易把我的頭髮卡下來 分好兩邊之後呢 我是用珠子把我的頭髮先刷順 接下來你要準備的還有U型夾 跟這樣子的黑色髮夾 還有黑色毛夾 好然後再來的是呢 你們可以這樣子分邊 我會把我自己從耳記的上方抓一錯 剩下的兩區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這會事關於這次綁的綿羊頭順不順手 剩下的一半呢 再從正中間切 所以我的三股邊 就會是第一區塊從耳下 然後頭的正一半的方向 第二區塊呢 把剩下的頭髮直接直直的對切一半 第一部分呢 你會先放下來 中間這拖先不動 先把後面最後的那一拖往前擺 再把前面的這一拖呢 往後 記住要調一下方向 這樣你們有沒有發現 第一個在邊的時候呢 你的前錯的頭髮它就被架起來了 它就會有一點點膨度 因為我喜歡這種 頭看起來膨膨的 它的可愛感就是會更明顯 然後接下來就是很簡單的三股邊了 這樣就是完成了 就是單邊 另外一邊很快的進行 一樣 耳朵 一半 剩下的頭髮一樣 我現在把它切一半 那第一錯就會讓它先往前放 這是我自己個人發明的小技巧 我在綁左邊的辮子的時候 我會刻意這樣歪一邊 然後把手撈來前面綁 然後兩邊綁起來就會比較平衡跟比較順 因為我剛剛這樣子分線的技巧 它就會有一個很可愛的半折耳的弧度 我個人一定要跟你們說這一招非常重要 不然你就會是一個頭很塌的綿羊 都沒洗頭的綿羊 我接下來要來拿起這個黑色的夾子 這個非常的重要 好有看到囉 把它往一個像甜甜圈的方向夾上來 中間會有一個空洞 拿起這個黑色的小夾子 從這個空洞這樣子卡在頭髮上 把你剛剛髮尾那一撮小小的頭髮呢 就用這個黑色的夾子夾在裡面 超輕鬆的 就可以把你的所有剩下的那些 疊不進去的尾巴收好 但是這時候記住喔 左手不要放掉 因為你要先拿起兩根黑毛夾 找到剛剛那個電話線髮圈 把它勾住 又上下勾住 外側一個 然後裡面再一個 現在基本上它就是在一個非常穩的狀態了 現在你要拿起黑色的毛夾 再把你的前側稍微夾進去 然後我自己個人會有一個小小的步驟 就是你要撈一下 你黑色毛夾最好可以穿過 剛剛夾住髮尾的那個黑色的小夾子 然後從前側跟後側各夾一根 我在裡面我會夾一個十字型 就是第一根固定 會有另外一根 再這樣擦上去 現在我要來夾另外一根 很快速的進行 那最重要的是上面的那隻手 你就是要一直呈現 或是跳VOGUE的狀態 你才有辦法可以讓你的兩邊 綿羊都是在一個比較平衡的角度 好啦 我的綿羊頭就已經完成了 好啦 繞一下讓你們看一下 然後這是一個我個人最喜歡的髮型 因為它不管怎麼帥 然後怎麼樣熱舞 然後怎麼樣躺 它都是舒服的 那你們看一下背後 然後接下來呢 第二個髮型 也蠻常看到我 就是做這樣的造型 我們就把剛剛的這個兩股邊呢 很簡單的邊髮的盤頭 這一個就是如果以首殘等級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人做不來 然後它也會再更清爽一點 就很適合夏天 現在呢 把你的這個髮尾直接往右邊拉 這裡是不是會多一座魚尾巴 就把它反折 拿起黑色的毛夾 你們會發現呢 它現在就已經被固定住 然後也不會有東西翹出來 讓你們看一下正後方 就是這樣 把它往旁邊收起來 然後對著夾回來 然後這一錯會微微翹起來 先不用理它 這是我們最後收尾才要來做的事情 好 再來換右邊 三根小黑夾 你們看基本上其實兩根 它就會已經是固定下來了 可是右邊這裡呢 因為我右邊的頭髮比較容易翹 那就是再多一根 但你們有看到這邊就會掉下來一點 因為右邊是第二次才夾嘛 所以它會比較低一點 好 這次有一個很重要喔 你們不要這樣夾 因為這樣夾它其實很容易掉 怎麼樣讓這種在下面的頭髮 往另外一邊斜上去 讓你頭型更好看 從這裡好 往上拉上來 把你的頭髮夾進去 所以你們發現囉 這樣撈過來順勢夾 髮型才會顯得頭型更圓更好看 不然就是會很容易呈現一種綁一綁 然後可能你肩在外只是稍微移動一下 它就會整個這樣往下掉下來 我個人非常討厭這件事情發生 或就是那種今天如果我出門了 我就不想要再補妝 不想要再補頭髮 通常呢 我最後會收一個尾 就是兩隻手往上 從那個綁辮子的交接處這裡 往上這樣拉一下 你們有發現第二種髮型 根本不用三分鐘就完成了 來 繞一圈讓你們看一看 我覺得這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髮型 就是大洋裝也OK 大運動服也OK 那如果你還想要再更特別一點 就是加個髮飾 好嘍 給大家看 這隻加個蝴蝶姐 你就是把它塞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晚上呢 如果你要去運動 就把蝴蝶姐這樣拔下來 太不會甩開 好 讓你們看一下喔 好看嗎 喜歡請點贊 今天的最後一個編法呢 我就要先把我的兩股編拆掉了 我就會來跟大家分享 我前幾天呢 在Facebook破文 就我去菜市場綁的丸子頭 這個也是我滿常打扮的樣子 然後就很多人就敲碗說 希望我教大家把P式丸子頭 因為丸子頭 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很方便的髮型 幫大家整理出來 時髦丸子頭的三個重點 第一個 角度 你一定要高馬尾 那當然可能有的人低馬尾也很時髦啦 但是我不是 好 你們有看到囉 這個大髮圈 通常我的髮量呢 兩圈就已經夠了 三圈會讓我頭痛 你有沒有看到先抓一個小板子 後面就是一個先見奇俠傳 然後現在呢 你們看一下喔 就是它本來是這樣在正後方 我會把它轉成側面 你有沒有看到 就是那個頭髮的洞洞 就是朝向正前 把剩下來的頭髮 你們注意看囉 我會這樣把它編成單骨編 就凌亂的編就好了 因為反正現在頭髮剩下的頭髮 長度也很不齊好 編完之後我會捲捲捲捲 但是重點是呢 你要先按住前面 這隻手呢 從後面撈住這個髮圈 讓它固定住 然後往前開始轉 或者是往後開始轉 都OK 看個人 就有些收視一個感覺 我也沒有辦法告訴你是什麼感覺 你得自己去嘗試 因為頭髮會告訴你答案 你就這樣抓 來 這次搭配不一樣了 一根小黑夾 一根U型夾 它可以被固定住 可是呢 它又可以看得出那種是不經意的凌亂感 頭髮太多被我夾完 不好意思喔 換一根 然後U型夾一樣 橫挑 就是這樣 好 你們有沒有發現 現在呢 我的丸子頭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它就是很簡單 大概三分鐘不大 劑子的話 那我現在讓你們看一下這個重點囉 讓你們看一下 最後一張 然後它就是一個超方便 就如果 你要穿牛仔褲 你要穿洋裝 你要穿反正你要穿什麼風格 它都滿百搭的 而且重點是呢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剛剛講的 我通常會抓這樣的高度 因為這樣子的高度 你在把你的丸子攀起來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種比較少女感會出來 什麼叫少女感 就是看起來 第一個 你的頭髮是蓬鬆的 然後再來的是呢 你的丸子呢 不是那種扎得很死的 它的線條不是僵硬的 對 我其實講到最後我要跟你們說的是 我覺得丸子頭對我來講最重要一件事情 是頭不能痛 因為它如果枯得太緊 然後你又會擦很多根髮夾 把自己的頭髮就是你知道夾死 那我覺得它就失去了這個髮型的意義 因為它就不舒服嘛 你們喜歡這個丸子頭嗎 我希望你們也可以跟我分享 你們照著我的方式來試著做這樣的髮型 做不做的來 然後或是把你們的照片貼到我的IG 或是我的Facebook跟我互相評判一下 那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留言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要開幾條鈴鐺 接下來會發展不一樣系列 不一樣風格的Youtube影片 你喜歡哪種風格的影片 也歡迎留言跟我分享囉 掰